首先 這邊有一則新聞 我有看到 每年 好像其實每年都有 這種新聞我從小看到大 墾丁的畢業旅行 傳說集體重邪 學生發抖 嘔吐 像屍魂 問一下玉峰 是 這個新聞怎麼回事 這個國中的畢業旅行 一樣去墾丁 大家都去墾丁 他們也去墾丁 然後去完墾丁之後 晚上吃完飯之後 一定就是去哪裡 大街逛 然後逛完之後 老師就說你們就陸陸續續 逛一逛就記得 回自己的那個房間裡面 同學都陸陸續續回去了 就好開心 好多人住一間 對啊 有多人住一間 然後其實隔壁 大家都吵來吵去 突然之間就聽到說 有一間的人是那種 好像在拿東西去砸東西 去砸那個房間一樣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就過去要開門 第一時間好像被反鎖 還開不了 然後而且他同學就覺得很奇怪 就說就去報告老師 就說老師 他們這一間好像怪怪的 然後打開門之後 老師力氣比較大 打開門之後 一間住五個人 全部攤在地上 全部五個同學 全部都攤在地上 有些是那種已經那種 整個虛脫了 然後有些是那種 腳弓反彰 就是那種整個 往上拉的那個感覺 腳弓有點像下 對 就是好像那種 在搶杯那種感覺 然後大家就很害怕 就是你看 其實你一般來說的話 救護人員到了之後有沒有 他在門口 你就是扶著他出來就好 那為什麼他的長壁板 然後他的這個救護器材 要進到大廳裡面去 因為帶不出來 小朋友帶不出來 為什麼 所以他就是整個沒力 整個沒力 好像就是續脫了一樣 然後就趕快進去 把他帶出來 然後老師就問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問還好 一問之後 就有其他班的同學就說 他們好像有請外面的朋友 來裡面玩 老師就說不可以 這個畢業旅行 怎麼可以請外面的朋友 可是怎麼看 房間裡面就沒有人 就這五個同學 對啊 可是那個老師 那個同學就說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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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過去的時候 有看到有人 兄弟來了 進去的 然後進去之後 才發現那種 砰砰砰的聲音 後來掉監視器 根本沒人 那同學看到的是什麼 後來過去之後有沒有 第一時間新聞還 不太敢確定 這時候新聞的走向 一定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玩過頭了 太嗨了 喚氣過度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會不會是 承出食物中毒 因為你有時候吃船扇 或者是你去逛大街 有時候就會有這個狀況 結果後來呢 跟食物中毒沒有關係 然後後來就 就開始有人就講 會不會是有時候 你畢業旅行 你出去外面玩的時候 玩得太嗨了 耍到 或者是你帶了什麼 外面的朋友 不是真正的朋友 是好兄弟 帶回來 那後來好消息是說 五個小朋友後來都沒事 就是心神比較鎮定之後 慢慢的就有恢復意識 住飯店 去住的時候 大家都說 你還沒開水以前 要先叩叩叩 對不對 對 然後進去以後 要先打開 然後要先開燈 還要不好意思打擾了 馬桶要衝一下 然後 馬桶衝這個我不知道 為什麼 馬桶要衝一下 為什麼 要把那些髒東西讓它走 然後床底下看一看 看一看 萬一有什麼事 床頭的抽屜要拉開 然後把聖經拿出來 怕是床底下的聖經 是打開的攤在那邊 還有床底下有看到 有香爐跟香灰在那邊的 現在很多那種 現在很多那種是先床式的 你一定要注意看 以前房間很大嘛 以前房間很大 所以都會有那種 底天立地的 那現在來講的話 都很多那種B&B有沒有 它都是那種一張床而已 那你的行李要放哪裡 你的行李就是 先床拉開之後 放在床鋪下面 要小心 有些人就是懶惰 我就出差 我就是住一天而已 我就是懶得先 我就把行李就放在旁邊 然後就睡 睡到一半 晚上都惡臭無人 就覺得怪怪的 打開 屍體在裡面 還不是鬼 是屍體 屍體 所以大家 你該進去之後 該幹嘛 該沖水 該看的 要看一看 因為有時候我們出差有沒有 真的很累 就睡了 睡一睡之後 我覺得好兄弟還好 那種真的屍體睡在下面 人家說你那幾個小時 你到底怎麼跟它 交疊在一起 我是沒有 我是沒有時間玩 你比較要注意 我幫你問問陳冠宇老師 住飯店有哪些禁忌要注意的 所以我們住飯店 要特別注意什麼情況 要怎麼處理 基本上有的話 也不至於有事 第一個我們說 住飯店要注意的禁忌 第一個就 你剛才講 敲門 再開門 不要說開門 為什麼要先敲門再開門 各位就像不要看到說好兄弟 如果你去澳門 澳門那些賭徒 賭徒在那邊賭到輸的時候 他兩點要結出去了 他還不出去 他就門已經鑰匙不能開了 他不能出去 他就在裡面 反正欠錢欠那麼多 他四點五點還在裡面 那有時候你櫃台欠印了 鑰匙也給你 一開的時候你會嚇死 對不對 所以可能還在裡面睡覺 所以這個一定要先敲門再開門 不要看到好兄弟 可能會看到真的人在那裡面 所以這個比較安全 人嚇人會嚇死人 對 人嚇人會真的嚇死人 鬼不可怕 人才可怕 對不對 所以再來我們看要做什麼 因為一般如果這個房間 我們在飯店的管理裡面 就是說這個房間整理好之後 他一定會把窗簾關起來 對 所以我們當然一進去之後 第二個就是要把 拉開窗簾布 讓陽光進來 這陽光進來以後 這個空間的氣場 它會化 陰會化為陽 就是有不好的東西 它也會跑掉或是顯現出來 所以拉開窗簾 再來會怎麼 你看我們所有住過的飯店 你去抽禮給它打開 一定有 全世界一定有聖經 對 我們不會有活經 但是都會有聖經 如果不是阿妹的放聖經有用嗎 但一樣不管你信耶穌的 信我們佛的 一樣 你不管信什麼教 你就把聖經這樣 從抽屜裡面給它拿出來 放在桌上 然後那個兄弟說 嘿嘿嘿 我不是阿妹的 對 所以OK 所以它本來就是一種辟邪物 它本來為什麼它會放聖經 聖經所謂就是流傳的東西 在就是一種辟邪的東西 所以像我們寫風水 我們就會從我們的通書 通書拿起來放 一樣它是跟聖經一樣的 所謂的聖經擺桌上 再來說不要自拍 現在年輕人出門 我們常常碰到有的 出了室宰了大室 老時候我會去出來 說賣戶都不好寫 這麼醬 那醬 這麼痛啊 都不好寫 那有時候你已經了解 你卡到陰 那我問他 就問他的過程 因為現在房間太漂亮了 有時候五星級酒店 住到五星級酒店 沒這麼漂亮 一進去 這麼漂亮 馬上就自拍了 現在流行自拍 對 趕快就拍 一拍就拍中學了 因為所有的飯店裡面 基本上老飯店 老飯店都一定會有些 某些房間會有問題 那因為如果最高樓的 高樓層的大樓 在建築當中 各位 我們在蓋大樓的時候 尤其五星級酒店 都很高的大樓 高的大樓 當然你要注意 它在蓋樓的時候 一定會死人 一定會 大樓大部分 最少說八節 佛季 八節 對 一定會有八節 但是八節當中 有時候是剛出意外 沒死 但很多都是出意外 就有問題了 所以這種情形 就會帶給這一個飯店裡面 永遠會有 某些房間會有狀況 所以我們去住飯店當中 就要很小心 所以有時候飯店會有 但不可怕 只要你要進去在飯店當中 如果有問題 其實你會有選項出來 你個人會有感覺 但有感覺當中 當然你如果沒有 像我們是帶了聽命 有這種無威 那如果這種情形 有時候你自己覺得不好 我就建議說你到樓下 櫃檯換個房間 因為最簡單的 你換房間 大部分都會給你換房間 所以自然就可以帶給你 這一趟處理的旅行 非常平安 不要回來 帶了擾上卡音的 讓自己更不舒服 身體也不健康 以後也給我做參考